大家好,又是星星,我經常用這麼充足的材料去煲湯 剩下很多肉,有時肉怎樣處理呢?又和大家分享其他做法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蘋果肉桂會珠展,有什麼材料呢? 首先說一些香料,說明肉桂當然不少桂皮,還有兩三塊月桂葉 適量的冰糖,因為一隻手指工長大 這粒是什麼?四角,有四角的星星 這粒叫八角,用一半就叫四角,還有幾粒蒜頭 適量的茄汁,大約三湯匙的茄汁 還有一塊洋蔥,三塊蕃茄,不少當然有蘋果,還有一條甘筍 我們先把配料切掉 今天我們拿一把西式刀出來和大家分享 這類型的小刀切東西的方法 這些小刀的靈活性會比較高 我們用手指頭頂著,用手指頭頂著 我們落刀,在刀頭那裡,推前,這樣切下去 手指頭頂著,推前,用一個推刀的方法 把洋蔥拿出來,用一個拉刀的方式 用它炆,不要切得太細粒 頂著它,拉後,頂著它,拉後 這樣就做好了 接著金筍,用一個滾刀的形式,滾動,推刀 拿去炆,切大粒少少也不怕 切蘋果就準備少少水,切蘋果也不需要太細粒 切除菌和狼狀 切除菌和狼狀 因為蘋果的菌也有輕微毒素 這樣切除菌和狼狀 切除菌狀,切除菌狀 切除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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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了之後,放些香料 有適量的香味 放少許油 放一爆蒜頭 洋蔥 放一爆香 放一爆香 一分鐘左右,洋蔥有香味 放其他材料 放一爆香 炒 放大火 等會兒 蘋果一起放入 豬錢也熟了 Holy 放一大半 一大半 放一半 大半 一大半 炒了一大半 放了一大半 炒至 入香味 放一粒冰糖 加入茄汁 混合 在这段时间,可以加入白酒 有白酒就加入白酒 没有白酒就加入红酒 以后没有就好了 加入韶酒 先炆香 把材料的味道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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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适量的水 水到哪里 盖着材料 刚刚盖着材料 现在要滚 现在等它煮 煮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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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餐 做猪扒 做猪扒 很喜欢配 蘋果蓉汁 蘋果和肉桂 和猪肉 相当之夹 煮完火 今天用烤肉 做猪扒 今天用烹饭的肉 煮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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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炆牛肉也可以,加红酒 滚起来,期间我只放了一只手指公的冰糖 放平,收小火,先炆45分钟 大约炆了40分钟,看看模样点 泡越滚越厉害,因为汁收浓了 拿一块上来,刮一刮,已经很腍 这段时间,放一点火,让它收汁 加大火,动一动,否则很容易黏底 大约收了两分钟,这段时间可以试味 我刚才只放了一粒冰糖,只有甜味 现在放大约半茶匙盐 放大约半茶匙盐 放一点黑胡椒或胡椒粉 放大约半茶匙盐 放大约半茶匙盐 加少量老抽 放大约四包 等味道和一和 現在收了幾分鐘 醬汁收到現在就差不多 現在可以先把肉擠 這個醬汁偏甜和酸 有很香的肉桂味 蘋果想想才好吃 現在先把肉擠 把肉擠起來 再把肉擠起來 再把肉擠起來 再煮兩分鐘 現在把肉擠起來 把肉擠起來 把肉擠起來 這是家常版的蘋果肉櫃炆 豬腱 這樣就完成了 豬腱還是炆得很漂亮 這道菜的靈魂就是醬汁 相當好送飯 有時候煲完湯 利用煲湯肉 就可以烹調其他菜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將來還有什麼一湯兩食的菜 再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喜歡就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